这样吧 你去找找李善长 就说我说的 让他一律查办 马皇后的吩咐颇有玄机 让那李善长一律查办 看似就欧阳伦 实际上却在坑那李善长 因为李善长如果一律查办 就必然会循私枉法 以李善长的那点智慧 定会一头扎进这浑水中 将来朱彦璋找后账的话 这些都是李善长包庇的罪证 只可惜这彪儿呀 却什么也看不透 或者自己也身在浑水之中 儿臣这就去 谢母后 看着彪儿远去的背影 做母亲的对她未来 是否能够挑起大明的大梁 不禁担忧起来 另一边 李善长同样没有看出来 这是马皇后给她挖的坑 结果仅仅过了几日时间 就一律查明了事情的真伪 看完她城上的奏织 朱彦璋试探性的问道